27个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你受得了吗 被卡在直径45厘米狭窄的洞穴里面超过27个小时 救援队赶到现场也没能挽救这名男子的性命 这个洞穴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众多前来探险的人卡在里面甚至丢了性命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坚果石灰洞 看看这个悲惨的男子是如何被卡在里面长达27个小时的 2009年11月24号 26岁的医学生约翰琼斯趁着假期的时间 带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回到了犹他州的老家 这个假期他约了亲朋好友一共10个人 安排了一次坚果石灰洞的探险之旅 坚果石灰洞本来应该算是一个给初学者探险的洞穴 位于盐湖城的附近 就在约翰朋友家不远的地方 这次探险之旅本来是为了跟大家放松一下 结果很快探险之旅就变成了地狱般的噩梦 导致约翰成为了洞穴探险史上最不寻常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可怕的死亡案例 同时这个事件也导致洞穴被永久封闭 这就是著名的坚果石灰洞事件 坚果石灰洞是在1960年的时候被探险者们发现的 这个洞穴因为内部极其狭窄并且蜿蜒曲折 闻名了整个美国的洞穴探险圈 很多洞穴探险者都知道这个地方 据报道 这里当年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初学者探险洞穴 坚果石灰洞的洞穴入口是一个只有76厘米宽的狭窄洞口 每年都会有大约超过5000名游客来到这里参观这个洞穴 但自从1999年到2004年 这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探险事故之后 大家就开始对这个洞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 所有这些安全事故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探险人员会被困在洞里的一处狭小的通道里出不来 其中包括一名23岁的男子 他被困住的地方距离约翰被困的地方只有几米的距离 当时政府认为这个洞穴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 于是在2006年5月24号的时候 坚果石灰洞被装上了大门 然后禁止游客私自进入 但当地的专业洞穴探险协会对此并不买账 他们觉得美国政府管得有点宽 这么好的一个自然洞穴锁住了不让他们进 他们表示很不开心 于是就联名上书 写了一封信给犹他州的政府 这些爱好者们说 你们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危险的话 就告诉我们每年这个地方死伤游客的数量 反正我们是没听说过这里出过人命 你们在洞里贴上警示标语也行 告诉大家这个洞穴的危险程度 然后我们自己决定要不要进去 你们不能就这样把洞口直接封住 这样让我们热爱户外探险的人损失很大 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个好玩的地方 你们不能就这样给封住了 再加上媒体的炒作 于是2009年政府被迫做出了妥协 宣布坚果石灰洞重新对外开放 但是要遵守某些规则 这些规则是 所有进入洞穴探险的人 需要提前21天向当地部门提出申请 探险团队不得小于两个人 同时队里必须要有一名经验丰富的人带队 洞穴对外开放后 很快就有许多探险爱好者过来了 咱们的男主约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在2009年11月24号的时候 跟他的弟弟乔森 还有另外八个亲朋好友 一起来到了这个洞穴 他们是在当地时间八点进入洞穴的 进去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特别自信 因为他们里面有比较专业的人 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怕 而且男主约翰这么喜欢洞穴探险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跟他弟弟乔森 小时候特别废弃 两个人经常一起跑到加州围附近的山洞里去玩 每次迷路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是他爸爸带人去把他俩给救出来的 所以说从小他俩就特别喜欢钻洞 长大之后兄弟俩人各自上学参加工作 就再也没有钻过山洞了 所以他俩就组织了这次的坚果石灰洞探险活动 他们进洞后的第一个小时一切正常 于是他们在到达洞穴里最宽的地方之后 他的弟弟乔森开始跟其他两个朋友打赌 互相比赛要挑战这个洞穴里最困难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被称作产盗 顾名思义 这个区域的洞穴特别狭窄 而且会有岔路出现 一旦走错路线就要重新倒着爬出来才行 而且这个区域对探险人员的体型有着严格的要求 稍微胖一点的人根本过不去 因为这条线路里最窄的地方只有45厘米宽 但约翰并不在意这些 因为约翰是一个健康而且体型偏瘦的男子 所以他对自己有着十分的自信 于是约翰自告奋勇地爬在最前面 再往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窄 约翰一点一点地扭动自己的身体 试图穿过这片被称作产盗的区域 但他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偏离了路线 走进了旁边一条没有地图路线的死活动 这个死活动是之前被几名身材瘦小的专业探测人员 发现并且记录下来的一个区域 约翰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越走越窄 而且是头朝下往下爬 他以为过了这段最窄的地方就行了 于是就使劲往前挪动自己的身体 试图钻过这个狭小的空间 最后为了钻过这个最窄的部分 约翰呼出了胸腔内所有的气体 压缩胸腔然后钻了过去 这一过去不要紧 约翰发现前面竟然是条死路 而且空间极其狭小 是一个25x45厘米的狭小通道 这就相当于一个滚筒洗衣机里面的大小 约翰完全被卡在了里面 他没办法转身 由于是头朝下的原因 再加上刚才压缩胸腔才挤进来 这让约翰根本没办法从里面推出来 于是约翰就这样头朝下 死死的被卡在了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被卡住之后 他尝试了几次自己摆脱困境 但都失败了 于是他就开始喊他的弟弟来帮忙 他弟弟乔森听到声音之后赶了过来 发现他哥哥卡住的时候 还在嘲笑他哥哥说 今天晚上出去你肯定会被大家笑死的 但当他弟弟尝试了几次都没能把约翰救出来的时候 弟弟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了 而且他弟弟的帮忙反而让约翰卡得更死了 本身约翰的手臂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但现在他的两条胳膊完全被卡在身体两侧 不能动弹 而且整个人又往下面滑了一段距离 这种感觉就好像让你立正站好 然后头朝下塞进一个45厘米宽的炮筒里面一样 根本连洞都动不了 终于意识到严重性的弟弟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其他人 他们留下了一个人陪着约翰 然后其他人跑出山洞拨打了911求救电话 由于这个地方十分偏远 再加上是大半夜 救援队赶到这里需要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后 一名住在附近的志愿者杰西第一个赶到现场 他对这个洞穴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 但当他爬进去之后才发现 约翰现在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约翰目前的状况有点心慌和焦虑 因此呼吸也跟着变得急促起来 再加上头朝下的原因 让本来就无法动弹的约翰压力更大了 于是杰西开始跟约翰说话 让他放松心情 然后开始尝试用自己带来的绳子 把约翰往外拉 但由于根本无法下手捆绑绳子 杰西只能勉强把绳子套在约翰的脚上 然后往外拽 但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 因为杰西一个人在里面的力气太小了 根本拽不动约翰 杰西一边安慰着约翰 一边尝试其他方法 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尝试失败后 杰西已经精疲力尽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半了 不过这个时候救援队赶到了事故现场 救援队制定了两套方案 第一种是用工具震碎狭窄处的洞口 然后把约翰救出来 但这种办法在第一次尝试之后就被取消了 因为震碎的石块和碎屑 会直接掉在约翰的脸上 影响约翰的正常呼吸 于是他们准备采取第二种方式 往周围石壁上安装滑轮 然后用绳索套住约翰 用滑轮把绳索延长到洞外 然后外面的人一起进行拖拽 其实这个营救很困难的原因还有一条 约翰被卡在这条洞穴的213米深的地方 洞口狭窄 要爬到约翰的位置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约翰被卡住的地方只能进去一名营救队员 这就让营救过程变得十分艰难 而且还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现场救援队的医生告诉救援队长说 留给他们救援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因为头朝下的原因 约翰身上所有的器官血液 都会在压力的情况下 慢慢的流到他的脑子里 这会让约翰出现脑部充血和胸腔充血的情况 最终导致呼吸衰竭而死 于是 救援队也不敢含糊 在洞穴墙壁上开始转孔安装滑轮 这个时候距离约翰被卡住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 来到了第二天的白天 地面上的营救人员也越来越多 大家都在担心约翰的情况 救援队尝试用了很多办法 比如剪掉约翰牛仔裤的裤腿 以便腾出更多的空间 往约翰的脚上涂抹油脂增加润滑度 但这些方法都不能让约翰的双腿 在不能打弯的情况下 通过他身后那个最小的拐角处 每一次通过绳索和滑轮拖拽约翰的双脚 都会让他疼痛难忍 没办法 救援队在尝试了几次之后 只能暂停的拖拽 让约翰休息一会儿 同时还利用无线电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 让他跟妻子说说话来缓解紧张的情绪 当再次准备妥当之后 最靠前的一名救援队员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绳子绑在了约翰的腰上 但为此他也被卡在了洞里 而且肌肉拉伤 只能让第二名救援队员把他给救了出来 接着 另一名救援队员重新进去接替了他的位置 然后开始进行拖拽 这一次拖拽 他们把约翰抬高了大约有20厘米的高度 几乎已经能让约翰看到救援队员的脸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最靠近约翰的一个滑轮突然脱落 哐的一声 约翰再次脸朝下跌到了下面最深的地方 这个事故让本身就已经呼吸困难的约翰失去了知觉 之后 在多次呼喊无效的情况下 医生进入洞中 对约翰的脚步脉搏进行了测量 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救援队只能宣布 在经过27个小时的营救后 约翰还是没能扛住 就这样被卡死在了这个洞里 这还不是最悲惨的 最悲惨的是 救援队连把约翰的尸体弄出来都做不到 最后经过反复商讨 他们只能用水泥把洞口封死 让约翰永远的留在里面 这个事件发生后 坚果石灰洞也被永久的封闭了 现在洞口还利用用来纪念约翰的墓碑 同时警告后来的人们 这个洞穴有多危险 所以探险虚谨慎 在没有足够专业基础的前提下 大家一定不要尝试过于危险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在户外碰到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呢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胡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